一代天子崇祯皇帝以此手设计,却无法保全国家,实乃明朝的悲哀,原崇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小边看来,其实是一个可怜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对于一个皇帝来说祖宗千秋基业,葬送在自己手中是天大的罪过,而崇祯帝朱有解就是这样一个背负罪过的明朝末代皇帝最后敌军兵临丞相,被逼无奈, 他只能选择自禁于梅山上的老槐树下,此前仍关心百姓道,认贼分阵师,误伤百姓一人,真让人心疼,起初从兄长朱游孝手上接下一个仙窗百孔的明氏朝廷,但他仍坚信坚信大明还有救,可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空有一腔治国安邦,的热情却无人支持,无奈至极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明朝 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的故事,对明朝历史有所了解的伙伴们,基本都知道在万立皇帝执政晚期,明氏朝廷的政治已经是每况愈下,而这时的万立皇帝,却依旧沉迷于女色享乐之中,丝毫不理朝政而此时的宦官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万立皇帝驾崩后, 由儿子朱游孝即位史称明熙宗,没想到明熙宗比万立皇帝还要荒唐,这位从小梦想,这要成为木工的皇帝在登上皇位后,便肆无忌惮,的沉迷于自己的木头世界,在他执政期间出现了,在历史上都十分有名气的宦官,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 魏忠贤的光辉事迹,想必大家都十分清楚这里,就不多说了也可能是明朝祖先庇佑,荒唐了一世的朱游孝一时到了明氏王朝,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在临死之前发布密照皇位传给刚直的朱游简,以期望来挽救明氏王朝的气数。 于是朱游简成为了历史上最临危受命的皇帝了,倘若生活在太平年代,朱游简可能能够成为一个明君然而他却即位于明朝的风雨飘扰时,不得不说崇祯皇帝是一个十分具有执政手段的人。 他在上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瓦解了在明西宗朝代,牢牢把握政权的客位集团。 但也由于曾经亲眼见过,在兄长当皇帝期间宦官和宫女,意气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故生性多疑并不信任。 周围的大臣在除掉魏忠贤后朱游简,一心想好好治理国家。 此时的朝廷确实也有一批贤臣良将,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武将袁崇焕,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处于明朝后方的后金,日渐强大是明朝最大的威胁。 由于后金大本营,在东北三省弃后十分恶劣,便对富饶弃后遗人的名是江山虎是丹丹。 在崇祯皇帝刚即位的时候,便知晓了后金的野心,那时候崇祯皇帝一门心思想要对付克魏二人,担心后金威胁到自己江山的稳固。 便派遣袁崇焕去阻击后金的进攻袁崇焕十分明晓守城之道在他的治理下,山海关成为了明朝国界沿线防守最为严密的地区,成功把后金皇太极的军队挡在了山海关的外面。 一代帝王皇太极,又怎么能够忍受一个袁崇焕,阻挡他进兵中原的步伐? 于是他听闻朱有俭是个多疑之人,便使用离间距离开山海关率领军队攻到北京城下,肆意烧杀抢掠使得朱有俭,相信袁崇焕投靠了后金在皇太极的军队离开后,朱有俭便即刻处死了袁崇焕。 自此明朝的后方山海关,失去了他最有利的保障。 袁崇焕一直是众所周知,最为忠心耿耿之人。 他的死亡,让大明王朝中的能人们看清了皇帝的多疑之心。 在后期皇帝想要用人知识,却无人再站出来为皇帝分忧重贞皇帝。 一直是一个想干一番大事的人内心多疑,却又急于求成以至于颁布的政令招令西改。 朝廷主事的大臣换了一波又一波,却依旧没有改变明朝的轻垂之势。 朱有俭,看着江山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觉得自己辜负了兄长的托付,又成为绿朝历代明朝皇帝眼中的罪人。 然而自己却无计可施,十分头痛却又十分的无奈。 任何人都没有想到,最先攻破北京城门的人,竟然是明朝内部的起义军李自成。 在听闻李自成发兵攻打明朝都城北京城,时重贞皇帝,不愿成为历史的罪人,成为明是王朝的终结者,想要亲自率领军队做最后的抵抗。 然而在明军一而再再而三,打败仗的情况下,并没有多少人赞同看似如同儿戏的皇帝,欲驾亲征。 各种推托没有银两顾而诸游,简史中没有征集满出征所需军饷。 更令人可笑的是,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的搜刮下,在当初那些哭穷哭得最厉害的大臣家中搜出巨额银两。 而此时的明朝末代皇帝重贞皇帝,已经自尽于梅山上躺若那时的重贞皇帝,依旧或者看到那样一种场景心中,又是作何敢想看重贞皇帝一生? 明朝灭亡之原因究竟是否该归结于他身上,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作为一个末代皇帝,想要历经图治结局却是亲手赐死自己的嫔妃杀死自己的孩子后自尽的结局真是可叹可悲啊。 谢谢大家。